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议题呢 还是跟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有关 大家知道2022年其实已经迈入9月 可是中美之间的对峙 尤其在科技脱钩这一块 看起来放心为爱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最近美国的动作还是频频 除了所谓的科学以晶片法案之外 所谓半导体的补助方案也已经陆续的过关 可是呢 其实一招一招封喉的这个动作 还在乘出不穷 9月1号 我们看到美国拜登政府公布 所谓高效能运算的绘图处理器 GPU 还有针对所谓AI加速器呢 禁止对中国入口 那对中国进口禁止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最大的两个player AMD和所谓的NVIDIA的股价马上下挫 可是接着9月6号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开始反击 那习近平在所谓的中央生化会议里面 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干大事 可是不止于此 所谓之前吵的这个风风火火的Trip 4 四国联盟跟半导体有关的 也决定召开筹备会议 所以看起来 尤其在半导体这一块 中美之间的对峙情况 其实没有完全的稍缓 很多人可能一下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 针对GPU跟AI加速器的这个禁止进口 到底一根之前 所有的半导体对峙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随着所谓的虽然科技中美在脱钩 可是全世界在疫情过后的 这个所谓科技发展 还是走得非常的快速 那其中尤其在AI这一块 其实美国还是直扭耳的 除了所谓的CPU所谓处理器 AMD跟INDAE 其实相对来说 也是美国企业非常强之外 绘图处理器 其实AMD跟NVIDIA 其实在全世界的占有率 也几乎是垄断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一次的内容里面 其实有三个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个的话当就是说 其实28奈米以下 已经禁止相关的合作伙伴 在中国去进一步的研发 14奈米以下 有配有美国GPU的设备 也禁止向中国进口 那更重要的当就是 我该提到的Trip4 韩国日本已经陆续的表态 那台湾虽然说按照Bloomberg的说法 到现在没有接到通知 那我们要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可能一下子不了解 GPU在整个半导体发展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他除了所谓在视频游戏里面 绘图晶片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外 他在AI的发展里面 其实扮演的也是很关键的角色 所以NVIDIA跟AMD的GPU 一旦被禁止向中国进口之后 对中国正在发展的AI和演算方法 确实是有负面的伤害 那对台湾的产业来说 其实台积电过去 不管美国对中国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限制措施 只要全世界的智慧型手机跟比例电脑 它的销售还是很好 其实作为封装代工测试的重镇 台湾其实相对受到的影响不大 可是这一次GPU 很有可能就会让中国大陆在AI的发展上面 有一些萎缩的情况发生 然后相对来说 对台湾的出口产业当有影响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台湾跟中国之音的出口 还是占整个台湾出口的42.3%以上 而这个42.3%里面 又有一半以上是跟半导体有关 所以一旦中国受到所谓 GPU进口的影响之后 对台积电业绩当然有负面的影响 另外回到chip phone也是一样 我们最近看到南韩动作频频 比如说透过它的四大媒体之一的东亚日报 不停在对美国放话 因为呢其实韩国有很大的一个 记忆体的业务 其实也是在中国 可是不管怎么样 在前阵子我们看到 刚刚被特赦的三星副会长李在荣 其实已经跑到德国的慕尼黑去宣誓 三星要再起 也回到南韩呢 宣誓下一个世代的研发中心 要跟美国一起来携手并进 更不要说7月份 我们看到日本的二家会议在华盛顿召开 也强调针对2奈米的下个世代的 这个半导体技术跟美国要去合作 那当然台湾呢其实现阶段呢 在封装测试跟代工这一块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话语权 可是呢大家也知道韩国在记忆体 日本在材料 然后美国在CPU GPU还有EDA上面也是支扭耳 本来这四个国家合作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对半导体产生是有帮助 可是对台湾来说现在就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 也就是说呢台湾其实整个代工产业 其实依赖中国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 可是你一旦参加Trip4之后呢 除了资讯交换之外 在出口跟所谓的投资都有一定的限制 将来甚至类是OPEC 在一些产业规则的运作上面 也要跟四个国家去讨论 那又要牺牲所谓中国的市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台湾的科技业 在未来的发展当然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也乐见喔 现在看到台湾政府成立了所谓的 新的跟科技发展有关的 比如说数位发展部啦国科会啦 我们也希望尽快有所谓能够当人不让的科技部门 能够出来整合 然后以产观学的方式 跟美国谈好加入Trip4以后的一些处理 二方面呢也能够在整个半导体 成为国安产业的区域分化的国际局势里面 帮台湾找到下一个破局的路径 以上那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科技产业尤其半导体最新的前缘发展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喔